大陸的航太科技真的是華人的驕傲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大陸航天員 有自己的專屬英文單字 叫做Tayconaut 有沒有聽過這個英文字呢 叫Tayconaut這樣寫 T-A-I-K-O-N-A-U-T 這是Tayconaut 是不是很像中文的太空人呢 那這個詞呢 其實呢在歐洲的航天局祝賀 大陸國家航天局的時候 發射神舟12號的載人飛船 當中這個Po文就使用了這個字 有沒有看到 Tayconaut 這個英文單字 等於呢他已經認證說 這就是要說中國大陸航天員 太空人的一個專有名詞 大家都知道國際上 稱呼呢航天員叫做Astronaut 但是呢就這個字 Astronaut 但是呢大陸成功創造了一個新的詞 就是把大陸的航天員叫做Tayconaut 根據了解呢 Tayconaut是怎麼樣 去把它拼出來的呢 就是中文 因為它真的很像太空嘛 的確它就是中文的啦 中文的太空它的拼音 就是太空 太空 變成了英文太空 然後呢再加上了英語的單字 就是Astronaut 後面的那個Naut的單字 所以混合而成的這個詞 那這個詞呢其實在牛津的詞點當中 也被收入進去了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Chinese astronaut 大陸的宇航員 那其實實際上呢 作為僅有三個獨立載人航天國家的 美國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航天員的稱呼都不一樣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它有什麼樣的差別 美國呢跟其他國家的航天員的名稱 就是一般的英文名字 叫做太空人 就是Astronaut 然後呢俄羅斯的航天員 叫做Customers 所以呢可以發現它是有點不一樣的 那中國大陸的航天事業發展了 現在外媒呢也逐漸使用 Tycooners來稱呼大陸的航天員了 而就在17號的時候呢 神舟12號將三名的航天員 聶海勝 劉伯明 湯洪波 三位呢送上了大陸的這個永久的太空站 核心艙就天河核心艙之後 全世界都聚焦了 在大陸航天發展呢 大陸的太空站將會在什麼時候建造完成呢 在2022年的時候 這個前後會完成建造 在今年9月的時候呢 還會進行發射 天舟3號的貨運飛船 升空之後呢 就會跟天河來對接了 那10月份的時候 我們來看到 另外三名 現在已經三名在上面了 10月的時候 另外三名的航天員 將會搭乘的是神舟13號的飛船 抵達了核心艙 還要駐留6個月 2022年的時候呢 還會發射兩個大型的太空實驗室 跟核心艙對接之後 以及呢 還會發射兩次的載人任務 還有兩次的貨運飛船任務 接續的在天宮的太空站 來建設當中 所以可以看到這滿滿這一兩年呢 有非常多大陸在航天的發展 我們也會為大家持續來關注 的確來看到就是大陸呢 首個所謂的自主建造的太空站嘛 啟用的呢 所以就導致全球都很矚目 這是呢大陸的太空探索歷程當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跟一步 所以呢大陸自主發展太空站啊 跟很多的航空啊航天啊 國防的這些科技 不是呢這個發展路徑都很像嗎 什麼意思 就是美國主導的這個西方國家 常常都會進行什麼 技術的封鎖嘛 結果導致呢 中國大陸不能使用 所以呢就被迫自主的去研發 關鍵的技術 所以呢就出現了突破卡脖子 突破性的發展 那未來呢對於這些遭到技術封鎖的領域上面呢 也會獲得突破 很多專家都認為啊 這也都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遲早的問題而已 我們現在看到目前呢 十六國合作的國際太空站 這個嘛 估計在2024年左右要退休了 所以呢大陸太空站呢 很可能在不久過後的將來 成為是呢 禁地軌道上唯一的一個太空站 而這種呢遭到了封鎖 反而成為發展助力的一個科技發展呢 也讓很多專家認為啦 在目前所關注到的半導體科技上面呢 也可能會複製這一個模式嗎 尤其來看到全球最頂尖的 就是荷蘭光科技製造商 ASML的首席執行長 就是他匹德 他就特別表示說 在尖端的光科技呢 美國是要求呢 禁止他們把這個貨品呢 賣給中國大陸 但是他說關鍵時間點了 大概會在三年後呢 大陸就掌握了相關技術 所以呢大陸再忍三年 就可以突破美國的卡脖子 到時候他就警告了 ASML可能會被迫呢 退出世界的光科技的市場 所以呢他們也很緊張啊 他們也想跟中國大陸做生意啊 為什麼要美國這樣子長臂管轄呢 所以呢他說未來尖端半導體的技術 是否能夠複製呢 這種就是被封鎖 但是大陸卻超越的模式呢 也是全球的業界都在關注的過程當中 那企業可以說是呢 在商延商嘛 如果說可以做生意的話 幹嘛要阻止賺人民幣呢 美國你自己也知道的 知道這個道理的 但是呢你卻違反了商業模式嘛 去圍堵中國大陸 甚至呢還要盟友呢 一起來抵制大陸 如果你不跟我的話 我就要長臂管轄來制裁你 我們來看到的是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啊 他就對於呢 這個美國議員有說 說呢美國需要遏制呢 中國大陸啊 像是什麼收購啦 或者是呢限制美國 對一些大陸的企業的一些投資 目的怎麼樣 徹底的切斷 跟中國大陸的技術關係 他說這是怎麼樣 令人擔憂的 他認為呢 大陸的確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 但是在某種程度之上呢 擔心徹底的技術脫鉤 而且呢美國的許多的 這個歐洲盟友呢 其實他沒有那麼想要徹底的中斷 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商業活動 葉倫強調 美國啊許多的盟友 非常願意再跟大陸做生意的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啊 所以呢他說呢 美國的政策啊 如果你管得太寬 管到海邊去了 管好寬啊 管得太寬 美國可能怎麼樣 失去擁有全球一體化技術的系統 所帶來的好處 這什麼意思 就是在這個系統當中 如果有一個國家 某一個領域呢 發展的蠻好的 它是有進步的 那就可以讓全世界各國受惠 不是嗎 但美國現在是不能接受 大陸呢 有一些高科技超越美國了 例如呢 華為的5G嘛 你輸了就圍堵嗎 就開始封殺別人嗎 所以葉倫看起來 他覺得說這會失去全球一體化帶來的優點 美國知道要所有的盟友一起圍堵大陸 真的有難度 首先我們來看到 就是美國的聯邦通信委員會 FCC嘛 不是禁止了華為跟海康威視 等5家的大陸企業 像美國呢 銷售電信啊 安全監控的設備 那等於呢 這些中國企業 其實是一律不能夠在美國賣的 不過呢 法人分析 海康威視 我們看到最新的數字 打臉了美國的一個圍堵 海康威視呢 在今年的首季的貨報 我們看看這個數字 高達了人民幣21.7億元 那所以呢 年增多少 年增的45% 顯示呢 它完全不受到你美國禁令的影響嘛 反而呢 隨著這市場的需求是增加的 銷售的規模也擴大了 所以呢 你美國的禁令是失效的 也被發現呢 美國昔日是靠著單邊制裁他國的威嚇力嘛 現在已經大幅下降了嗎 也被解讀啊 這恐怕也是美國你的國力 已經衰落的警訊 神舟12號 搭載三名中國太空人 進入天空號空間站 地面控制中心響起如雷掌聲 這代表中國終於也有了自己的太空站了 過去國際太空站 主要由美國 俄國 歐洲 日本 加拿大 共同營運 中國始終被拒於門外 也多虧了美國打壓 讓中國的太空夢又圓了一下 而且 這次神舟進入太空站 控制系統 用的不是Windows 也不是Linus 而是中國自行開發的麒麟操作系統 我們也比較緊張嘛 就是在那也等著 就是一邊祈禱的千萬別出問題 著陸了之後就沒什麼問題 整個樓裡都能聽到那一掌聲 可以說是挺穩定的 也超出我們的預期 歐洲太空總署在恭賀中國大陸 成功發射神舟12號時 用了Tacona這個字眼 代表中國航天員 在國際間有了專屬的名詞 這是由太空的漢語拼音 和西方的太空人Astrona 兩個字合成的新單字 專門用來稱呼中國的航天員 我們今天在空空戰爭 就像我們在1960年 目前國際太空站 使用壽命約為20年 預計2024年左右退休 因此中國太空站 渴望在不久的將來 成為近地軌道上唯一的太空站 這種越被卡關 越是突圍的發展過程 專家看好 很可能在半導體技術上 會再次複製這樣的模式 咱們4G和5G的這個 應用和推廣 通信芯片的這個市場 占比從2010年的22.2% 增加到2020年的33.5% 荷蘭光科技製造商 ASMO的執行長就直言 現在尖端光科技禁止賣給中國 但中國可能在三年後 掌握相關技術 屆時ASMO可能被迫退出世界光科技市場 未來尖端半導體技術 中國能否複製被封鎖而超越的模式 半導體業正密切關注 美國財長葉倫上週也在聽證會坦言 雖然中國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 美國一直想遏止中國的收購 並限制美國投資中國企業 但徹底切斷技術關係令人擔憂 至於美國在歐洲的盟友 也不想中斷在中國的商業投資 中美之間或者中歐之間都還得相互依存 很難徹底脫鉤 記者綜合不到